家里要了二胎 再加上父母 一家人出行 五座车型不够用 所以要买个MPV车型 看到最近丰田赛纳卖的很好 但是别克G118也去看了 优惠力度很大 车子也很好 到底哪个更好呢 实在不行就随便买一个 比来比去很纠结 就怕买错了后悔 首先呢 这两款MPV车型呢 都是现在非常火爆 非常主流的MPV了 当下就是说 赛纳呢 最近卖的是非常火爆的 销量很好 口碑也很好 而这个别克G118呢 一直都是 冠军式的存在的MPV 家用商用 尤其是商用 公司用 接待用 是非常好的 不二之选的一个MPV 别克G118非常不错 那么他俩巨大区别啊 就是说赛纳 它是个双型混动 偏向就是居家风格 居家使用更好一些 而且油耗偏低一些 也就是六七个 七八个油耗 而这个别克G118呢 它的油耗偏高一些 2.0T版本呢 能达到这个 9个到12个时间的油耗 并且需求加90号汽油 而且这个赛纳 它只需求加92号汽油 那我们就具体对比一下 这两款车的发动机变速箱 还有车身安全上 哪更好 还有停车感受上哪更好 那么别克2022款的G258呢 定义两款车都是中大型的SUV 它是基于第三代的通用 SGM258一个平台打造的 这台车的高强路缸 用在来这个70%左右 而且这个超强路缸 用在来25%左右 包括A柱 B柱啊 都用在来强路达到 1500兆趴这个热层金刚 所以说车身强路上 要比这个塞纳也好一些 塞纳它是丰田家族 TNJK 平均达到的 这个AB柱的热层金刚 也达到了1500兆趴 但是使用的比例 概率上 比例上 它没有这个别克G28 这个比例大 所以说呢 车身安全上 还就是这个别克G28 更好一些 两款车呢 都有L2级的辅助架的系统 在这边它俩这个配置上 有什么区别呢 虽然是都自定位7座SUV 但是说 别克G28分类比较细极一些 它有普通的7座版本 还有艾维亚的6座 4座版本 还有ES版本 像普通版本呢 前面是麦克逊 后面是纽类梁的悬挂 像艾维亚ES版本 都是后面是独立悬挂 有这个区分 并且呢 全系都有48幅清魂 搭载的是 通用的2.0T支盆纹家帮动机 扭矩350 马力237 匹配的通用自家生产 9AT变什么行 这套动力总成 就是说 别克呀 凯迪拉克呀 雪佛兰 都在用这个动力总成 质量上 外有度上 还是非常不错的 动力上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塞纳呢 它是油电 混合双情混动动力 有很多人会说 这个技术行不行 能不能安不安全 其实它这个车是可以的 那么早在1997年 第一代 丰田普瑞斯这个车身上 就用上了这个 三电双情混动技术 到现在已经发展到第四代了 所以说技术上的稳定性 安全上还是非常好 非常不错的 还没有时候发现说 什么怎么样的意外 挺稳定 挺不错的 日系车做这个东西 一定会做得很精细的 你放心 再那么它就不做 它这个电池呢 大概是一个涅氢电池 特点就是说 能够快速充电和放电 非常符合它这个工作原理 而且它这个成分比较低一些 而且很环保 又很安全 它这个电芯呢 用的是丰田盒子的 叫做颗粒美的一个电芯 这个电芯呢 还是可以的 电磁自保是八年二十分公里 所以说大家 绝对可以放心去使用 八年二十分公里 几乎啊 可以开到你这个 换车的时候了 可以啊 没有问题几乎 然后呢 它的动力上呢 匹配的是一个 2.5升的自然系列发动机 匹配一个ECVT变速箱 虽然马力 它有192的马力 扭矩才238 起步 带步的时候 是以电为主 它不靠这个发动机 所以说高速巡航的时候 或者是极加速的时候 发动机才技术 所以说 它这个动力是完全公用的 那么如果是你存存的家用 我建议你就选择这个赛纳 因为它油耗更加的低一些 并且技术也很稳定 大概油耗就是说六七个之间 也有开到八个的 那就是正常跑长途的话 这款车油耗就会拼高了 如果是正常跑长途 我也不建议你买这台车了 它的底盘的质感 隔音 操控 并且它的优势是油耗低 跑高速的话就不复存在了 高速巡航的时候 它就与发动机为主了 以汽油为主了 电为辅助了 所以说 如果经常跑长途出差 那你完全选择别克G128 更好一些 底盘的质感 隔音高级感 更好一些 如果是你存存的家用 室里去带步 买菜 带孩 那它更加的机油 四公里以下 几乎是用电驱动 所以说 买塞纳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别克G128呢 虽然是油耗稍微高一些 95号机油 但这台车 如果是经常跑长途 商用 商用的话 接待用的话 绝对是别克G128 开起来 质感更好一些 隔音的高级感 更好一些 如果是有这个机油 那你就不能买塞纳了 那有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 这两口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有不同意见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